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即将来到 为了推广社福单位所推出的中秋礼盒及周边商品 台中市政府社会局这一天 也举办了中秋优先采购暨成果展示记者会 台罗市副市长杨琼英在出席上就表示 他们的月饼已经跟以往不同 不仅是美味而且高品质 邀请民众响应公益 也让今年的采购可以顺利突破5万份 曼菲天使带来祥古演出为活动热闹暖场 推广中秋礼盒台中市社会局这一天 举办中秋优先采购暨成果展示记者会 由台中市副市长杨琼英来代言宣传 参与的社福单位也特别线上亲手制作的手工花束 表达感谢 去年是未达5万份 我们希望今年冲出5万以上 所以我们感谢所有的企业界的朋友 已经有第一批的采购 我们也希望大家发挥最大的爱心 让我们的身上朋友都能够过一个非常快乐 而且有生活经济的中秋节 为了冲出好成绩 今年社福单位推的月饼礼盒都相当用心 像是力达推曼兔兔月饼礼盒 在包装设计上配合减缩政策 而玛丽妈妈则是推移出咖啡饼干及诚意月饼礼盒 每一样都是学员认真学习用心制作的成果 会在试前 会先透过今年的产品设定 之后会做在职训练 那我们会分几个步骤 例如说打线 包线 包装 上试 那我们会依这样的不同的状况 依学生的能力 去帮他分配他应该在哪个区块 我们有中史书 还有预购泵 还有块尔式咖啡 事实上有时候也是靠这个来维持他们后续的一些服务工作 那所以这个优先产品的一个推广 很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市府表示去年采购未达五万盒 今年希望冲出五万盒的好成绩 希望企业界踊跃认购 让他们今年中秋礼盒成果再度获得肯定 记得李静阳台中采访报道